问大家一个问题 如果你每天不上班 然后你一到周末你就加班 这你老板会不会对你有意见 如果你每天不上班请病假 然后你一到周末就上街做公益 或者打零工赚外快 那你老板肯定一肚子火 如果这个你想通了 就知道小卡退出国家队 为什么这么大快人心了 我这昨晚上都打上碎了 想着今天白天 看看美国跟加拿大的热身赛 讲讲两队的实力跟优缺点 但粉丝私信我 说球哥不得了了 你快去看看吧 小卡退出国家队了 你能不能在球哥得不得 把这个事情给说一说 我想球哥得不得了 那八九百字哪够啊 要说小卡这个事情 必须大好说呀 所以我就在昨晚熬夜 做了这个视频 不 确切的说是今天凌晨 写稿子的时间是7月11日 凌晨差15分钟1点 估计今天得干到3点了 所以这是一篇加班的视频 大家都放尊重点 评论区多给讨论讨论 喜欢球哥视频的 也可以把球哥的视频 收伤转发给你熬夜班专的朋友 小卡的这个事情 我其实最有发言权 其实球哥跟小卡有相同的经历 之前不是从老家拿着500块 一毕业就到了浙江吗 后来进外企打工了 那个时候就想在浙江买房 那一个人到两个人用 白天上班晚上学习 周末去赚外快 我们公司就是我 从来周末不加班 因为我要兼职嘛 因为我当时兼职的收入 是打工收入的差不多3到4倍 主要的原因是 我们做办公室的那个工作 你要是协调好的话 其实五天工作日 完全可以完成的很好 我是我们办公室里的效率之王 同时也是工作业绩最好的 但就是有人看你不爽 看不爽呢 就到老板那去打你小报告 说我从来不加班 我不加班 我还不赚双倍工资 他也不提 就是说影响不好 大家都加班 就我不加班 也间接影响了 我最后不爽了 直接跟老板提出了辞职 然后到后面 我就再也没有去打过工了 其实想想打工也挺好 可能有粉丝说了 你赶紧说小卡子 没说到你了 我如果真的能做到粉丝 想听什么点什么 我就说什么 我就叫KTV了 你们看我的视频 这点我的故事都听不进去 那我建议你们去听天气预报 那纯干货 而且你就听你所在那个城市的 到点就换台 北京多云 一拨完 立马就把电源拔了 这样纯粹 如果你想知道 小卡轮休这人间背后的逻辑 那么你就可以听听 我一个跟小卡 有相同经历的人的感受 我说自己的经历 跟我后面要说的有关系 如果你觉得啰嗦 你就这咕咕跳过 就听下面几个字关键的 小卡存在伤病隐患 团队评估建议放弃奥运会 好了你可以滑走了 没滑走的 我继续说 小卡在国家对轮休 这个事情 现在舆论有三个走向 抢热度的就炒作 轮休卡到哪都轮休 哎呀 你这国家队玩这一套 你赶紧退役了 得了 名不虚传 随时弹道 稍微有点哈数的 分析一下小卡的伤病情况 预测一下他新赛季 能够多打几场 而更加透彻如球哥的 我帮你分析一下 之前的这些东西 然后我给你归纳一下 小卡退出国家队的 各方面原因 然后分析一下利弊 对小卡 还是对孟师队来说 然后帮你展望一下 从他到球队报道 到训练营这几天的表现 都证明了小卡的身体 完全可以参加奥运会 就是我之前分析的 老瞻可以保证体能不亮红灯 小卡就能保证不过度疲劳 这你得相信 就算小卡不打 奥运金牌也大概率能拿到 但这个消息 为什么是跟陪练队 打完对抗赛 结束集结训练 和加拿大的国家队热身赛之前 这个点呢 就是从美国篮鞋 到快船球队 发现这次美国国家队名气虽大 但实力并不是对其他球队实现碾压的 因为美国队向来是集结时间短 靠着球星能力跟强悍的防守 在国际赛场上称王称霸 如果比默契度 远远比不上其他国家的国家队 因为除了美国队 其他国家这一批南篮的球员 比如塞尔维亚的约基奇 米西奇 伯格丹诺维奇 这些都是从小就一起打 而且在国家队打过很多比赛的 同样的德国的施罗德 俩瓦格纳 泰斯都是这样 这是其他国家的模式 但是美国队 因为人才更替的速度很快 所以能一起打球的队友 除非是占杜库这样的顶级 其他人都是在轮换的 就像强熟小卡 都是国家队触男 这也是他特别想打的原因 但这样的极界性球队 刚才我说了 要想弥补默契的不足 就要靠两样东西 一个是球星的硬解能力 一个是压迫性防守 但我觉得 这支美国南篮是历届奥运会 美国以职业球员参赛组队以来 这两点明显是不够强的 你可能要说 这次是名人堂级别的 这个我要说 明显你带不到赛场上去 看看39的老詹 36的阿杜跟库里 这些人四年前绝对没什么问题 但现在真的年龄有点大了 我看在训练营里面 詹姆斯的突破 只要不是被他骗过的 基本上一对抗 也没有之前的优势 库里的状态很好 但是库里在国际赛场上 其实没有特别有优势 库里的粉丝 你们别急着喷我 你们看看库里在飞把的比赛 再喷我 杜兰特好用 但是杜兰特现在是个伤命隐患 如果接下来杜兰特也爆出 推出国家队 大家也不要觉得奇怪 人老了 可能不是意愿坚定 就能决定所有的事情 那为啥杜兰特都不参加对抗 都能留在国家队 小卡就不行呢 因为角色不一样 占杜库是招牌 他们不会承担个人强解 跟压迫防守的任务 这个活不干 美国队要输球 那么谁来干 美国队真正打人的几个人干 霍勒迪 小卡 塔图姆 农眉 阿德巴约 但如果这中间 除了阿渡 还有另外一个人 也想仰着打 这些美国队容错不行 一个伤命隐患 还能扛住 两个伤命隐患 强大如美国队 他们也吃不消 说的再直白一点 我们能接受阿渡 打打歇歇去征金牌 我们不能接受 小卡跟阿渡 两个人一起 打打歇歇去征金牌 真的不保险 其实如果关注了 美国从梦之队 全是明星 碾压夺冠后 到后来的梦四 美国人觉得 几个明星 搭几个角色球员 也可以夺冠 再到后来 发现几个明星 几个角色会丢金牌 丢了试锦赛 再丢奥运会 才到08年北京奥运 再次全部超级明星夺冠 决赛打西班牙的时候 也挺危险的 到接下来 每一届几乎都是 美国篮球最好的球员 但差距还是不断在缩小 到现在 是一支全明星组成的美国队 如果不能全力以赴 或者这种搭配合理 也不能保证金牌 所以一个有伤病隐患的小卡 就是美国队要放弃的目标 小卡的伤病之所以是智能的 就是他的问题 不是那种保罗乔治那种 大家一看 就是打不了的重伤 而是他自己打打膝盖肿了 休息休息 肿消了 好像又行了 这是让球迷最糟心的 所以无论小卡健康与否 他都应该缺席这些奥运 因为如果他带上打了奥运 结果伤了 那么可以说快船队 这一系列休赛期 可不是说乔治走了 受点影响 那是什么球赛呀 转播呀 新的一年的憧憬啊 哈登的续约 跟他们的冠军梦啊 都玩犊子了 这是在赛季开始前 就能决定一个完蛋赛季的事情 对花了20亿建设星球馆的鲍尔默来说 不仅是晴天霹雳 更是血本无归 如果侥幸不少拿到了金牌 在新赛季的任何一个时间点 只要小卡出现了 本赛季因伤不打的情况 大家结合他的伤病类型跟历史 就总结一个原因 导演会打的 美国蓝鞋应该是受到了鲍尔默的质疑 你们能为我们花下的 十万雪花银负责吗 为了一个人的金牌意愿 他平时班都不上 你们还敢让他加班 这是资本主义社会 资本的力量大过天 什么为国出征 国家理想 在这个社会制度下一文不值 老板付钱 老板就能决定你的决定 快成还算好呢 没有像勇士那样 简单粗暴的让维金斯直接退出 还算让小卡跟大家见了个面 拍了个合影领的套衣服回家 你说小卡不打奥运 新赛季就能坚持到季后赛吗 我也不敢保证 但美国蓝鞋最起码不背锅 奥运会不背锅 他要是再伤了 你只能责怪 他就是这么个损赛 大家也就认命了 但如果他打了奥运 结果明年球队还是打不了 大家是要疯的 所以伦纳德离开国家队 这个名记Sams说的很有技巧 伦纳德本人非常想打奥运会 但尊重美国蓝鞋跟快成队的决定 就是说伤肯定没有大伤 但隐患我们谁都扛不起 权衡利弊 你还是算了吧 而且你们看 其实美国队啊 没有参加奥运的能人 还有很多 比如哈登 比如中王所归的欧文 什么德罗战 扎克拉文 这都可以啊 但为什么选择了怀特 一个是我前面说的保证防守 有了开尔特人的三个防守患将 梦之队的下线 肯定是有提升的 与其留着一个易碎 需要轻拿轻放的小卡 不如上一个上来就能干的小白 这很明显就会更好 战斗库大哥们也可以稍微松口气 继续保证流量就好 脏活累活又多了一个人干 小白挺好 至于小卡 你就好好的回家歇着 至于你在家怎么样 就跟球哥当年上班一样 他们不接受你上班拼命工作 休息日拼命搬砖 他们能接受你上班低效 节假日躺平 这个就是企业文化 你们公司是不是也这样 好多公司都是这样 好了不多说了 已经是两点半了 就到这里吧 最后跟粉丝们道个歉 我一直以为科比是狮子座 也没有查 就发表在视频里面了 他是8月23号 22号是狮子座最后一天 我对大家造成了误导 不好意思 错了就要改正 挨打就要立正 但有的粉丝私信 我说不要讲星座 显得你很不专业 还建议我去看什么 白白的视频 你省什么 我不会听的 我上班的时候 老板都管不了我 在我的视频号里 还能让你一把我给管了 等你到了我这个岁数啊 你就跟我一样 不会跟别人提意见的 你去跟小卡讲 别轮休 你对不起老板跟哈登 你看他听你的吗 好了 欢迎大家评论去聊 球 现在的我真的你别惹 我情绪会失控的